各位弟兄姊妹,安息日快樂 我想聽大家都要笑出來怎麼說 再一次,一二三,安息日快樂 因為安息日真是一個快樂的日子 順利許了把快樂切給我們 但喜樂的生就是能醫各樣的病日 天國也是一個喜樂的地方 今天我們會研究到有關於天國發生什麼事 我們最初講啟述第一章 啟述第一章主要介紹耶穌是誰 例如說,耶穌是色在金在永遠在的傳聞者 祂是主,祂是上帝 祂是守身的,祂是世上君王的元首 祂是賜恩惠平安給我們的 祂愛我們用祂自己的血 將我們從罪力釋放出來 使我們成為祂國盜,成為祂的祭司 成為祂的子民 又講到看他,祂教會不光明 祂目都要看見他 第二、第三章我們提到上次 就講到寫信給七個教會的天使 即是你和我們 七個時代從創世 一路到耶穌回來的上帝的子民 亦都包括了今天我們 每一個宗派裏面的所有信徒 上帝將他列入了七教會的子民裏面 他主要說的說話就是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是怎樣的 最重要的是你要改變 你要讓他洗乾淨 你要得到 今天我們研究第四章和第五章 有機會請大家翻開啟事錄第四章和第五章 這一章就是從第一章所介紹的耶穌 和第二、第三章所介紹的耶穌和我們的關係 然後第四章我們轉換了另外一幅畫面 第四章第一節這裡說 這件事之後我看天上有一道門開了 過頭一次聽見這個聲音好像摧毫的聲音對我說 他說你上來借女 我要把此後必要發生的事是指使你 所以印度突然間在講這個世界的七個教會 或者是耶穌現在換了另一幅圖畫 上來說你來,你上來 上來我這裡 我們就從地上一個環境 離開這個世界上到天上去 約翰就是第四章開始 他離開這個世界上到天上 因為那道上帝跟他說 我打開一道門,你上來這裡 結果翰就上去天上 看見天上發生什麼事情 第四章和第五章 就是在講在天上發生什麼事情 天上是怎樣的 在這個世界上 只有一位耶穌是最喜歡講到天國的 你看不到任何一個作者 這個世界上任何一本書 是好像耶穌在聖經所講到 這麼多關於天國的事情 耶穌所講的任何一件事 他都將它搬在一起 搬到天國那裡 因為怎樣 唯有它是從天國那裡 所以要再帶我們去看看 天國的情況是怎樣的 特別我們留意一樣 我們上一季學課是講聖所 在啟示錄 從第四章開始 一路就是一個主題 就是講到聖所 上帝的墊 在天上的墊 上帝在天上的帳 上帝在天上的帳幕 上帝在天上的寶座 全部都講到聖所在天上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知道我們地上的聖所已經沒有了 升到天上 到底現在天上發生什麼事情 是在見什麼事情呢 在第二 在第二節 國立刻被聖靈感動 見了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 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這次我們的題目是集中了寶座這件事 我很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不要用世界的寶座去畫死了 耶穌坐在這樣的寶座上 因為耶穌的寶座不是世間的寶座 我用幾點跟大家說一下 世界的寶座是坐一個人 是不是 無論哪個國家的寶座 皇帝就坐在寶座上高 但你知不知道天上的寶座可以坐多少人呢 我們回頭看看 啟示讀第三章二十一節 啟示讀三章二十一節 得聖的我要似他在寶座上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聖 坐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 各位 聖經裡面啟示我特別提過幾次 得救的人要與基督同做王 同作王 作王多久 有沒有人記得 一千年 是嗎 所以我們與耶穌同坐在寶座上 這裡說得聖的與耶穌同坐寶座 你想想這個寶座要多大 所有得救的人都坐在我的寶座上 與我一起坐 所以與我們想像的寶座是不同的 世界上比賽 我知道剛剛九龍三國中學 完成了陸運會 有冠軍、有亞軍、有貴軍之類 但在上帝國裡面 所有參加的人都是冠軍 無論你遲來、早來 都是他的天國 都是參加他的延席 大家都冠軍 個個都跟耶穌基督同坐王一千年 你有沒有試過做皇帝呢 有些人說 我能坐十年都很滿足 耶穌基督一千年 你可以一起做宇宙萬物世界的軍王 坐在他的寶座裡面 一千年 這裏就提到寶座的大小 我們再看一下 人間的寶座是不能動的 是不是 現在我們坐在座位 坐在那裏 人們坐在那裏就不動了 坐在那裏 要動的就是要搬椅 搬椅動 這樣便會動 它要起身被人搬 搬來搬去 各位 上帝的寶座 在天上的寶座 是否像我們人間的寶座 是不能動的呢 如果動的話 是動成怎樣 動得多快呢 我們看看以西傑書第一章 以西傑書第一章 是說 有些好做 和啟示錄第四章 是幾乎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看這一章 會幫助你了解啟示錄 第四章所說的是什麼 這裡說到 這些活物往來奔跑好像什麼 電光一閃 它們的速度好像什麼 好像電光一閃 然後第十五節 這些活物看有四張簾 簾旁邊有什麼 有輪子在地上 第十六節 輪子的形象的結構 好像喬眼的水倉庫 四個輪的樣式 等於輪中套輪 因為輪中套輪的原本 這個輪不需要 只是向前 它前後左右哪個方向 都是直接可以轉的 如果我們開車的話 我們會怎樣 四個輪都會向前 我們會另一步 我們看是看前面的 看不到後面 要用到後鏡 兩邊的到後鏡來看 而且很盲點 駕車的時候 一些地方看不到 你以為沒有東西 其實可能有東西在 在這裡 但是上帝的寶座 它的車輪 是前後左右 滿了眼睛 不是只有我開車的眼睛 在前面 它任何一個方向都可以走 第十八節 Cross 四個輪的周圍是什麼 布滿眼睛 活物行走輪子行走 活物離開 升天輪子都升天 來去哪裡活物都去哪裡 所以這裡講到 上帝的寶座 它的寶座是有輪子的 不是好像現在我們的寶座 是沒有輪子的 是有輪子的 嚴格來說 它是一部輪椅 上帝的寶座是一部輪椅 但是這個輪椅 是會飛的 是會飛 會升空 飛來飛去 好像閃電那麼快 所以上帝的寶座在哪裡呢 它在天上 但是它不是被它綁住了 但以你說到 耶穌回來的時候 它在寶座 馬太宗說耶穌再回來 耶穌在寶座那裡 所以耶穌的寶座可以在天上 你都可以什麼 它再回來的時候 坐著寶座帶著天使 一起回來 所以 世間的寶座是不會動的 但是上帝的寶座 是可以一眨眼當中 是從西到東 從南到北 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 它可以大動我們當中 這個就是上帝的寶座 上帝的寶座下面呢 是有兩樣東西 先提到聖所聖殿都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的新譽本 就將聖經裡面的所有 以前是翻譯電這個字 是譽了聖所的 就更加似乎原文的那個 上帝在最初 在天上的寶座 由地上的寶座 是由天上的寶座來做的 所以翻譯的時候 後面呢 我們新譽本就全翻譯了 是寶座 然後翻譯電這個字 大家都知道都是一個意思 無論如何是帳幕 講的電 講的 講的 都是一樣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它的寶座 是座落在另外一個座上高 這個座是叫做 詩恩座 在聖所裡面 至聖所當中 它們有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寶座 在上面的 那個就是約櫃 約櫃有十條佳命 然後有一個詩恩座 在十條佳命上高 然後還有就是上帝的寶座 無論是聖經裡面哪一個的 先知見到儀仗 見到上帝寶座 都會去圖一幅圖 這幅圖畫就是什麼呢 有一個詩恩座 這個詩恩座 底下有上帝的律法 然後上帝呢 有上帝的補助 這個詩恩座 是我們能夠去的地方 我們能夠去得到的地方 我們常常想到 嘩 如果我要去白宮 去白宮 能不能夠入到白宮 能夠見奧巴馬呢 不是 我們可不可以去港督府 去見香港的特首 去見到他們面對面和聊天 跟鄭英先生 行不行呢 如果去中國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到 近平 習近平 的主席那裏 跟他面對面 見華呢 他會不會聽我們說話呢 但是我們宇宙君王的上帝 他應許了 我們的討告都可以去到他 這裏 如果你看一下我們的 廣義裏面 法國一樣東西 我們要講章義 法國一樣東西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第四章 和第五章 但是呢 你會看到幾乎以後的 每一章 你都要重新見到這個 寶座的名詞出來 你重新見到 聖所這個詞 為什麼呢 從突然之間 第四章 第五章 是講到上帝的寶座 然後跟著所有的東西 每一章 看著發生的事情 都跟寶座連在一起 意思是什麼呢 剛才我們講到 高陽是坐在寶座 坐在寶座那裏 為什麼耶穌請責 用高陽這兩個字 是用他的名字呢 坐在寶座裏面 從頭提出來的都說高陽 他不會說 神、上帝、全能者 他不是 好像第一章所講的 各種的稱呼耶穌的神聖的名稱 而用高陽這兩個字呢 他會提醒我們 耶穌基督在天上 與我們有關係 他簡直是一個 與我們最有關係的身份 他不用耶穌 不用基督 不用色在、金在、永常在 他不用一切的經人的名詞 他用一個最謙卑的高陽這兩個字 表明一件事就是 我為你犧牲 阿當夏娃犯罪之後 上帝就用一件皮紙做衣服給他們穿上 懷師母就說 上帝就用一件皮紙的高陽 這件羊皮 意圖呢 就蓋在阿當夏娃的身上 在他們獻祭 這個羊為他們的罪犧牲 從阿當夏娃 那時候開始 耶穌基督的血已經為他們留 歷代以來 中國可能獻祭 都是獻牛和羊 祭天的仇 獻牛和羊 都是預表了耶穌基督 他的保全為我們的犧牲 所以整個啟示錄 耶穌基督讓我們保持一幅圖畫 他在天上發誓號令 整個啟示錄 所有的圖畫每一章都講到 在天上的寶座 寶座有聲音出來 寶座有聲音出來 然後聲音出來之後怎樣 有天使就離開天庭 去到地上 地上就發生這樣這樣那樣的事情 然後又說寶座發聲聲音出來 所以你會看出一幅圖畫 在啟示錄第五章之後 一直到結束 就是講到耶穌基督在祂寶座上面 發思號令 地上一切發生的事情 都是因為 因為天上的聖所 耶穌基督發的號令 會產生出來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再看一下 看一下 第四章 這個寶座 第三節 坐寶座的好像碧玉紅寶石 又好像彩虹圍著寶座 光彩好像綠寶石 寶座的周圍有二十四位長老 上面坐著二十四位長老 帶著金棍臉 有七支火具 上面有七零 七個教會 第六節 寶座前面有一個好像水晶的玻璃海 我們再想像一下 寶座的情況是怎樣 樣子是怎樣 是花光的 各種的寶石 我都未懂得分 這些寶石是甚麼 我都未見過這些寶石 都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你拿寶石給我看 我都不懂得分 主要是講到有各種色彩 有紅維尿傳 特別提到一個是甚麼呢 寶座前面有玻璃海 以後我們都會讀到是甚麼 我們說得救的 我們會拿著一個金琴 金琴 我們會懂得彈琴 我們會彈摩西高揚日高 然後我們會怎樣呢 我們會在這個寶座上面 讚美上帝 站在這個玻璃海上 提到寶座周圍四個活物 他們騙在前頭 滿一眼睛 有活物像獅子牛毒 人 非鷹 然後他們講聖災 聖災主傳人的上帝 是色在金在永末的主 將玻璃尊歸給他 他們將他們的官面放在寶座前 我主我上帝人配得玻璃 因為你創造萬物 萬物因為你而創造 第四章 全章 就講了這個寶座 大致是什麼樣子 是怎樣的 對我們來說 或者我們也很難去明白 了解它 但是這個 不是最重要的 上帝最重要的就是 它天上地下的拳兵 都賜給它 它在上帝寶座裡面 它控制它主管 它掌管一齊 整個宇宙 整個世界 不要以為今天 這個世界 不是上帝掌管 雖然看來 好像魔鬼在做很多工作 但是 還在上帝的掌管當中 如果不是上帝的掌管 聖經說什麼 這個世界老早就毀滅了 如果不是順利 這隻掌管天使 掌握四方的瘋 這個世界 老早就被戰爭吞噬了 不再存在了 上帝的靈魂 上帝的天使 是暗中保護了這個地球 保護這個世界 讓戰爭沒有死這個世界 上帝仍然掌權 無論什麼事情發生 弟兄姊妹 我們留意 我們知道 無論什麼不幸 什麼不開心 什麼不公平 什麼事情發生 我們還要相信 還要盼望 耶穌基督 祂就是天上寶座 坐在那裡的上帝 祂掌管這一層 就算多少個災難 多少個天災人禍都好 上帝仍然還在掌管 第五章 就說了 卷書是封密了 沒有人能打開 然後再說清楚 只要有一位 第六章 有一位羔羊站著 仗是被殺的 有七個角 七隻眼睛 就是上帝的七人 奉差染往普天下去 這個羔羊前例 從寶座上面 拿了書卷 耶穌基督為有祂 能夠打開人類的歷史 人類的將來 我們這個世界的歷史 已經寫在裡面 耶穌基督知道裡面的內容 祂打開這個書卷 然後說出這一切 我們的得救 我們的滅亡 都在耶穌基督 祂的救恩和計劃當中 於是這裡 第十節 他說 又使他們成為國民祭司 威於我們的上帝 他們將在地上掌王權 上帝再應許我們一次 重複地跟我們說 我們將來也在天上 威於上帝 在順利國民上帝的祭司 我們會掌王權 然後他說 活物和周圍毀滅了所有的天使 他們的數目是千千萬萬 大聲要說 被殺的羔羊 配得權能豐富智慧力量 我又聽見 天上地下 地下 滄海 天地間 一切被造天物都說 願重債 尊貴榮耀 權柄 都歸給坐在補償的我位高人 直到榮名 圓圓 然後所有的本物都說 阿門 這個就是上帝是啟書錄 第四和第五章 在一切的災難一切的困難 未發生之前 讓我們看見上帝的寶座 他是掌管的 他是帶領的領導的 他最後要把他的百姓救出來 他是某一位流血為我們犧牲的 他願意把他自己浸皮給我們做衣服穿上 讓我們成為公義的子民 讓我們可以得救 所以很簡單的 我們來看看 很快地看一看這些寶座 在其他的章節裏面出現了什麼 啟示到第七章第九節說 從各、幫各、各之派、各、民、各、族、各、言與禮 他們都要站在上帝寶座面前 耶穌回來的時候 他要審判 這是一個審判的寶座 公義是要彰顯出來的 如果這個世界是沒有最後的審判 是沒有公義的審判的話 這個世界的人就可以在這裏 快樂的犯罪 不用憂悪 但是上帝的話 我要審判各國、各族、各方、各民之 第十七節 他說寶座中的羔羊要牧養牠們 領牠們到生命的水泉當中 上帝要拆掉牠們一切的眼淚 各位 這個寶座 這個寶座大到可以成為一個大的牧場 我們可以在這個牧場裏面吃清草 可以在這個寶座的牧場裏面 喝生命的泉水 所以上帝要擦乾我們一切的眼淚 上帝說 我在這個寶座裏面 我有拳柄 我可以幫助你 可以拯救你 第八中第三節 有很多鄉賜的牧場 要和中聖徒的討告 一起遇到寶座的金壇上面 各位就是兄姐妹 今天我們的祈禱 我們的流淚 上帝都知道 我們的討告 和很多的鄉 這個鄉就是基督的犧牲 你記得 耶穌降生的時候 當時有送什麼 送與鄉 送與鄉給耶穌 聖殿裏面 用一種特別的鄉來燒的 這個鄉是不是西上的人可以做的 只有在聖殿裏面可以用的鄉 誰用這種鄉的話 他要滅絕的 因為這個鄉是代表耶穌的犧牲 有很多耶穌的補血 要幫助中聖徒 加上祂的討告 要去到上帝的寶座 詩恩的寶座那裡 第九中十三節 有聲音從上面 在金壇的四個角出來 這個金壇是什麼呢 就是鄉壇 上帝有聲音從那裡出來 第十一章十九節 上帝天上的聖所開來 在聖火當中有約會出現 第十二章五節 主人身上的男孩 將來用鐵掌管轄萬國的人 這個孩子被提到上帝寶座那裡去 這位就是誰呢 就是耶穌的 第十四章十五節 天使從聖所出來 向在雲中的大聲哭著說 伸出廉東人收腳吧 因為收腳的時候已經到了 天使從聖所出來 耶穌基督從聖所出來 耶穌的寶座從聖所飛出來 帶著眾天使來到這個世界 要收腳 要始終開始 第十五章第五節 在天上的全方約會聖所開來 掌管七災的從聖所當中出來 第十六章十七節 有大聲音從聖所的寶座出來說 成了 你會看見 啟示錄第四章 全章是講這個聖所 以後跟著下來的 每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 都會重新提出 聖所和他的寶座 到最後盡力說成了 他回來 他完成審判的工作 第一次他說成了 在十字架上面 他說成了 完成了舊兄的工作 第二次 他在寶座線再回來的時候 他說成了 因為罪惡 要完全被消滅 第十九章本節 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 上帝的中國人 你要讚美我們的上帝 二十章六十二節 越京都同造王一千年 死了的人 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 按軟刀存開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要在耶穌回來的時候 要升到天上去 和他同造王一千年 要在他的寶座裡 在寶座裡 看誰應該得救 誰不應該得救 誰還在天上 在寶座裡 和他一起坐 誰不是和他一起坐 第二十二章 最後一章 第一節第三節 生命河的水 從上帝和高揚寶座裡流出來 再成為上帝的高揚寶座 將來在新天生地當中 上帝的寶座 從他寶座裡流出生命河的水 新而老實說 新天生地裡有高揚寶座 各位弟兄姊妹 有沒有想到寶座有什麼意思呢 這個寶座在你心目中 佔了一個什麼角色和位置呢 耶穌基督再一次說到 他是整個宇宙 整個世界的均和 他坐在他寶座裡 法師號令 所有的一切 沒有一樣東西 不聽他的吩咐 不聽他的號令 從他釘十字架 升天 一直到他回來這一段時間 啟書錄 以後的第六章 一直到二十二章裡面 所說的一切的事 都和耶穌基督的寶座連帶在一起 連帶來關係 各位 你想一下 耶穌 講到這個寶座 到底為了什麼呢 和你的關係是什麼呢 在你的世界裡 有沒有一個寶座留給耶穌呢 在你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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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生活裡 有沒有留一個寶座給耶穌呢 如果耶穌不是你心裡的寶座 可以法師號令 你是聽他的吩咐的話 如果你的生活 不讓耶穌基督有一個寶座在這裡的話 你的結局會是什麼呢 整個啟書錄 說出 讓我們的生命留一個寶座 不要讓我們自己做我們自己的公帝 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寶座發揚出去的時候 我們會好像魔鬼一樣 我要高舉我的寶座 高於上帝的寶座 世界上好多好多的人 我看到好多好多的人 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們覺得他自己比上帝更大 他比上帝更重要 他自己 是預約當中最重要的一位 一切都要為他 這個世界為他生存 這個世界為他而有 世界上的人 很愚蠢的 就是將他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內心 設立一個寶座 而沒有這個寶座 將他擺給上帝 各位弟兄姊妹 在啟書錄 第四章、第五章的理由 讓我們看到一幅圖畫 一幅天上的圖畫 天的門打開了 你上來了 上來了 讓我們能夠嘗試一下 上去 上去天上的寶座 坐天上的寶座 耶穌說得性的 要跟我一起坐 坐在天上的寶座那裡 你想不想有一天 去到天上 坐一下 坐一下耶穌的寶座 我都希望有一天 能夠這樣 而很希望的 很奇怪的寶座 是可以讓我們 九龍教會 這麼多弟兄姊妹 一起坐上去都可以的 一個這樣的寶座 好 確實是幫助我們 在這個啟書錄裏面 看出 無論將來以後 二年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們知道 耶穌基督在這裡掌管 是耶穌基督發揮一切的毫力 無論地上的災難 一切的困難 世間上一切不幸的事 上帝仍然在這裡保護 掌管 而且這樣 讓我們 留在那裡 永遠地 在祂裡面 上一次的講道 上網之後 如果聽到一些聲音 有人跟我說 有些人不太明白 有些人說 我上個安息說的是什麼 為什麼 你們有社群的權盆 在網上 有問我 網上的問題 我都回答他們 我印了一個簡單的 補充材料在這裡 大家 很簡單的看一看 這個就是解釋 約翰福音20章23節 和馬太福音18章18節 這兩個經文 就是解釋的 說你們有 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得赦免 你們不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不得赦免 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你們在地上捆綁 就是天上捆綁 凡你們地上釋放 天上也要釋放 天主教他們的解釋就是 這兩個章節是為教皇的 教皇有這個權盆 是為神父的 教皇將這個權盆交給神父 所以他們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基督佛洛班師會 就不承認這個 基督佛洛班師會承認這個 因為耶穌所說的 是為我們每一個信徒 今天我們都是祭司 我們有同樣的決定 我們不需要經那個神父來赦罪 甚至我們可以赦免我們 若你們看路加福音十四章 第十一章十四節的話 耶穌主通文說 赦免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也赦免虧欠我們的人 在馬太福音很簡單地說 免我們的債 而我們免人的債 但是路加福音說得很清楚 赦免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也赦免人的罪 在牧師崩一位施洗的時候 放父子聖明的名字的時候 那個施洗的人 他的罪是得到赦免 是上帝所應許的赦免的權益 當牧師長老為一個病人 沒有祈禱的時候 這個若他有信心的話 在《雅告書》第五章十四十五節說 他的罪就得到赦免 當長老為一個病人 活由祈禱的時候 聖經又繼續說 他的罪就得到赦免 上課說 我們因為聖參零的緣故 所以我們提到弟兄姊妹 我們互相洗腳的時候 我們洗另外一位 他的腳的時候 他的罪就因為我們洗他的腳 就被嚴守 因此我們有這種赦免的權益 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上帝離開耶穌 有赦免的權益 只是上帝藉著我們 用我們成為一個工具 成為一個赦免的工具 在赦免另一個人的罪 耶穌是世界的光 所以他稱呼我們是甚麼 他理屁世上的光 所以我們會有同耶穌的這種功能 那麽說 凡是喝了他的水 就會成為泉源 即湧到永生 所以我們成為一個會水的泉源 是可以即湧到永生 若我只是跟你說 你是會水的泉源 你是可以湧到永生 或是你說是嗎 耶穌就說是 耶穌說你喝了我的水 你就成為會水的泉源 即湧到永生 耶穌說是 你是世上的光 耶穌是世上的光 但我們跟隨他 也可以成為世上的光 成為有潔淨的功能 好像活水一樣 有潔淨的功能 好像光有潔淨的功能一樣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我們剛才會說的 射罪的權益 好像天主教的那種射罪的權益 我們射罪的權益 是因為上帝利用我們 我們可以將射罪的恩 將得救的信息傳出去 讓那些有罪的人 可以得到可以得救 因此我們奮綁的天上就奮綁 我們釋放的天上就釋放 如果不是因為我們傳福音給他們 他們不可以得救 因為這樣的緣故 射罪的恩典是掌握在我們的身上 各位弟兄姊妹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不得救 很可能因為我們 我們沒有失衡這個權益 耶穌說天上帝 所有權益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傳福音給萬民聽 如果我們不傳福音 不用我們的權益的話 世界上的人就要滅亡 就要死亡 耶穌就說 我就要向你追討這個罪 因為你沒有死人 聲意遙恕他們的罪 變上是祝福的恩典 OK